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要内容吧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皮肤呢是冬混干下混油 然后最近的皮肤状态呢也不算是特别油就算是中性了 那么首先呢我就要先说一说这两个让我不停疯狂长痘的一个罪魁祸首 就之前我在我晚间护肤的视频里说过 森田药妆的这两个面膜 不是之前被爆出来的大陆版的那个森田 是台湾就在台湾买的森田药妆 我以为哈是不会怎么长痘 然后就只是基本补水作用的几个面膜而已 没想到 就是这两款面膜 一个是全日极 全日极笑润白精华面膜 还有一个就是一人干草精白露面膜 这两个面膜我都长痘 先是这个粉色这片面膜呢 我是用了三片 发现每次用完之后都长痘 我就彻底放弃了 然后我在想说要不要再试试这一盒 也许就不同系列的 它就能给我一种新的感受呢 结果它用了它还是长痘 而且是疯狂冒那种大的痘痘 一摸起来就很疼的那种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很小了 就没有之前 没有前两天那么大了 然后这两款呢 就是我要吐槽的 就针对我个人来说 它是长痘的 当然也有可能你跟我的复制不一样 所以你就没有这种感受 这都看个人复制来的嘛 那么说完不好用的呢 下面我来说一下 近期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产品 第一个就是Fab的 这个面霜 Fab的全称叫First Aid Beauty 然后是美国的一个产品 之前很多人说它是平价版的烂眉嘛 它这款的名字是 Ultra Repair Cream 它是一个修复类型的一个面霜 它这个是公关包裹之一 其中之一一件产品啊 刚开始我用它的时候还没有长痘 所以用它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补水 可以让我第二天脸摸起来嫩一点的 那种普通的面膜 普通的那种面霜 然后但是我长痘之后 我才发现它的作用原来有这么大 因为我长痘那天晚上 然后后敷了一层这个 然后睡觉 第二天就能看出来痘痘已经别了 就摸起来就不会有那种痛痛的感觉了 然后再坚持敷了两个晚上 连续两个晚上后敷之后 我的痘痘就已经看到了吗 就已经这么小了 基本上已经快没了 所以我觉得 它是那种 你平常用它 就你皮肤状态很好的时候用它 可能就感觉它就一般般 但你皮肤状态一旦开始变差 就用它就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神样 就跟辣眉一样 其实辣眉也是这个样子的 只有皮肤状态不太好的人 才能用出来它的好 然后这款面霜呢 我后来又查了一下 它里面有神经鲜 还有乳木果油 乳木果油就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 滋润 能让你脸上很滋润的那种成分 然后神经鲜呢 它就是属于那种 维稳啊 修复啊 这种类型的 所以呢 我觉得它作为修复来说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 一个面霜 那当然呢 我白天用它 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厚重 推荐混油皮的同学 还是晚上当晚霜好了 然后如果你是干性敏感皮的话 那它 真的很合适 因为这个上面 这个英文上面就写着 是为干敏皮设计的 所以 干敏皮的同学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款面霜 那么说完这个 让我逗逗秀艾斯的产品呢 下面就是来说一款 就是能让我逗印变淡的 一款产品 就是这个 OLED的这个小白瓶 之前我也是在 我的夜间护肤里面说过它 当时 我其实用了 很长一段时间 作为我整体面部的美白 我倒是没有觉得 有很大的效果 但是我一旦长到 然后出现逗印之后 用了它之后 我的逗印就会很轻易的 很快的就会消失 所以我觉得 做一个美白精华 斗印 还有淡斑的效果 我觉得也还是挺不错的吧 然后它里面也是有 神经 不是什么 什么神经 它里面有烟纤 烟纤 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近几年来 很多护肤品里面 很常见的一种 成分也好 如果你对烟纤 过敏的话 我就不推荐 用这款 但是如果你对烟纤 不过敏的话 还是推荐一下 这个OLED的小白瓶的 我觉得OLED这几年 就近两年来 风还是挺大的 而且据说出了很多 这次也算是 我已经对烟类的 一个新的尝试 觉得还 不错 觉得这钱没白花 好 接下来两款产品呢 也算是公关包裹 然后 但是也是真的好用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Refra的这个 卸妆的 卸妆膏 你有可能觉得 啊 为什么你怎么才用 这么一点点 怎么着 肯定我才用了没几天 其实我已经用很久了 因为我这个人呢 就是有强迫症 我是要一点一点 给它挖的 它其实里面 已经被我挖得很空了 已经挖到底了 你看 它毕竟这么高 就这样一小块 已经被我挖到底了 我用了蛮长时间的 它呢 味道非常非常好闻 而且不像是其他 就是橙子啊 橘子的那种 带有化学相经的那种味道 这个不是 就是很 很清晰的那种 橙子橘子味道 就有点像什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小时候玩过橘子皮 然后把橘子皮一捏 然后就蹦出来 那个汁水的那一个瞬间 你闻到那个味道 就是它这个味道 平常呢 这种卸妆膏 就是你用小勺子 给它挖出来一点 然后放在手上 然后揉揉 然后开始上脸搓 它的神奇之处呢 但是你上手的时候 你能明显感觉到 手心会发热 所以怎么判断 它是不是正品呢 你买到的是不是正品 就是看你 买了这个卸妆膏之后 你脱一脱 它手心有没有发热 这种很明显的热 然后上脸就开始揉 据说啊 这个 有这个发热这个成分 是说可以这个 让你的毛孔打开一点 然后它就能 更好的进行卸妆 当然也有人觉得 就是说 它这个质地 上脸之后 不太好推开 不太好 那个 不太好揉 但我觉得 到我个人啊 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上脸还是 蛮好推开 蛮好揉的 而且它能 把你的底妆也好 眼妆也好 乳化的很彻底 就是它卸妆的力度很强 一般的眼线 还有你的口红 都是可以卸掉 都是可以卸掉的 如果你很认真的 拿卸的话 都是可以卸掉的 当然睫毛膏的话 可能就是有一点费劲 推荐大家还是睫毛膏 化睫毛膏的时候 用眼唇卸妆液来卸 近几年来 评价的这种卸妆膏 都层出不穷嘛 但是这个 还能有那么多人喜欢 可能就是因为它的 卸妆的使用感受 非常的好 一是它的味道好闻 二呢 就是它不会像 评价卸妆膏那样 容易忽眼 就算你评价卸妆膏 就是有的时候 你就算眼睛 闭上了 它还是会 沿着你几条缝给进来 然后一睁开眼的时候 就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就感觉瞎了一阵似的 这个就完全不会 它是没有那种 虎眼的感觉的 而且如果你 不小心 卸嘴唇的时候 不小心甜到了 也不会有那种 很苦涩的味道 它这个味道是 甜甜的 就是我有时候 卸嘴唇的时候 会不小心 甜到一点 当然你不能真的 吃下去啊 在我长痘的时候 我也很喜欢用 因为它不刺激 一般来说 卸妆水 是我在长痘的时候 不会用的 因为卸妆水 用完之后 我的皮肤会更红 所以呢 我一般就会用卸妆膏 用完卸妆膏之后 它卸的也很干净 而且Ruffera是以 就是没有任何 添加防腐啊 什么一些乱七八糟的 织豆的成分 而著名的 所以它对敏感肌来说 非常非常的友好 我在皮肤 长痘的时候 也很喜欢用它 唯一一个缺点 我要吐槽一下 就是他们家 就是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然后外加你一个小勺子 我他们家原配那个小勺子 我已经丢了 找不着了 就它没有一个特径的地方 来放那个勺子 所以放在我的那个洗手台上的话 那个勺子很容易丢 就没有办法 我就只能找了这种 你知道吗 从酸奶的勺子 现在来挖它 下面呢 也是一个他们家的产品 就是这种截面的慕斯 就是你用之前晃一晃 一定要晃 如果你不晃的话 挤出来可能就是那种 很干瘪的泡泡 如果你晃完之后 然后再挤出来 是那种很风盈的 就这种 你知道吗 看出来了吗 这个泡沫也很绵密 就看不到什么那种孔 这个呢 也是一个 就是我在长痘 或者皮肤发红的时候 很喜欢用的一款产品 因为它不刺激你的皮肤 就是洗完之后 你的皮肤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 也不会觉得干啊 或者有那种搓盘子的感觉 有的洗面奶 就是你用完之后 会有那种搓盘子的感觉 它其实是添加一种什么什么成分 就是故意让你洗完之后 抹上去有那种感觉的 所以这个就很好 这个是没有添加 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成分的 洗完之后 就皮肤很清爽 就是把脸上的脏东西洗下去了 然后皮肤该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的那种感觉的 是橙子味的 味道也很香 使用感受也是属于 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种 所以也是推荐给大家 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 最后一件产品呢 其实跟我今天这个制痘 还有一些去痘 这些方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也是我近期超级超级超级爱的 一款护肤品 就是这个 Tune Makers的这个 毛孔收敛水 你可能看到 它这里有什么 有AHA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它上脸之后 非常的清凉 而且它去黑头的效果 我感觉 虽然不能说 就是说像其他的广告 说 啊 用完之后 你黑头立马就一扫着光 那种 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你敷完它之后 你的黑头确实能 肉眼可见的 是能变少的 而且呢 它还是有一定的 毛孔收敛的能力 所以我近期呢 我还蛮喜欢用它来湿敷一下我的脸的 就是当我觉得我的黑头开始变多 然后我的毛孔开始变大的时候 我就开始用它来湿敷 而且它也不贵 它在我的代购打折的时候 才卖九十多块钱 这算是我第二次推荐了 因为它的使用感受真的很好 效果也很好 在它这个价位来说呢 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再来说一点呢 就是以上这些护肤品都是基于我的个人使用感受的 这些护肤品我起码是用了有半个月 然后来跟大家说的 如果你的肤质跟我不一样 或者你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可能会对这些护肤品有跟我不一样的理解 但是大家也不要像之前我一说到护肤品的时候 大家说我乱那个什么下边的呀 怎么着我怎么使出来不是这种效果呀 因为我们肤质不一样 所以我们使出来的效果就很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不要因为你使用的效果跟我不一样 就觉得我是在下边的好吧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看这支视频之后 有一些种草有一些拔草 也能希望给大家省钱 或者让大家找到一些新银的产品吧 好了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最后忘了说不要忘了点赞 收藏弹幕 然后